哈囉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 還有講的觀眾朋友說好 那我們今天我們要討論的是有關 家中飼養毛小孩最容易忽略的三件事情 蠻重要的 所以今天跟各位分享 記得今天要仔細的收看我們的節目 因為我們今天會送出 一個神秘的禮物給各位 我們第一件事情要討論的就是說 家中的毛小孩有沒有定時的去做健康檢查 跟我們人一樣 每年都會去做定期的健康檢查 這些公式行號也是都會做一個健檢的部分 毛小孩的部分呢 其實很容易被忽略的這件事情 我平常看家中的毛小孩就是 蹦蹦跳跳很有活力啊 他是可能他要潛藏的一些 身體上的一些狀況 從他的外觀上或是外表上可能 看不出任何的一些跡象 如果我們有去做例行性的一個健檢 起早發現去做一些治療 我有一個朋友 家中的狗狗大概養了10年 平常的時候其實都沒有什麼異狀 那等到有一天的時候發現 欸狗狗很容易疲累 沒什麼精神 飯啊什麼都吃不太下 後來到動物醫院去檢查 我發現他是有一些 身體上的問題 也就是有一些癌症的部分 不久之後 狗狗就離世了 他也有分享過就是說 其實這10年內 其實狗狗都很正常 沒有任何的狀況 也沒有不舒服的一些現象 等到發現的時候 可能就太晚了 所以我們在飼養毛小孩的時候呢 至少一年或兩年內 都建議會是 帶家中的毛小孩去做健檢的部分 如果有發現一些問題 那可以即早治療 才不會有任何的一個遺憾 接下來我們要講的是 第二件容易被忽略的事情 相信大家在養肢養毛小孩嘛 會幫他準備飼料 或是飲水的部分 大部分的士廚都會幫家中 準備容器裝水 那畢竟這些容器的水 他是靜止的狀態 靜止的狀態 如果我們有定時去換 那可能沒有這些問題 如果這個士廚他是比較 沒有很勤的去換水的話 那會導致一些問題存在 水在靜止的狀態下 會容易會滋生一些細菌 甚至家中的寵物 他會掉一些毛髮在水子裡面 那他又喝下去的時候 可能會導致他吐啊或什麼之類的 水在靜止的狀態之下呢 非常容易滋生細菌 尤其是夏天的時候 平均大概一個小時 細菌的滋生量是 現在市面上都有很多 就是寵物的飲水機 那寵物的飲水機 它的優點就是 這個水的部分 它是流動性的 所謂水流動的狀態之下 流動的水它會含氧離子 所謂的氧離子就是 水裡面充滿了氧氣 因為流動的水嘛 它微生物的繁殖就會降低 因為被吸濕掉 因為它一直活水一直在流動 所以建議就是說 如果家中 有四養貓小孩的話 可以試著去 使用這個寵物飲水機 那如果沒有用這個寵物飲水機 也沒有關係 就是可能士族就要輕勞的去換水 那才不會有這些細菌的一些問題產生 欸 又講 蛤 什麼事 對啊 就是這個 小屋寵物飲水機 有效阻隔水中的雜質 讓水更鮮甜喔 2.5公升超大容量 還有四重三層過濾 這麼純淨的水 不喝實在太可惜啦 厲害的是 還有LED水量提醒設計 看得到才貼心喔 喔 這麼好的東西要去哪裡買 趕快上猜拳又講FB 要送給大家禮物囉 欸 家中有養貓小孩 容易被忽略的第三件事 寵物的牙齒保護 牙齒 牙齒 又講牙齒看一下 牙齒齁 為什麼要說寵物的牙齒保護呢 因為就是跟我們一樣喔 我們每天用完山之後 很容易會置身一些細菌的部分 那狗狗也是一樣 牠吃完飼料啊 或是吃完一些零食之後 如果你沒有幫牠去做一個牙齒的清潔 寵物就比較容易會有一些 牙菌斑啊 或者是牙結石 長期下來牠會是一個慢性病 晚年之後可能吃東西就會比較有困難 嚴重的話可能會導致牙齒脫落啊 或是牙齦發炎 會有無法進食的狀況 甚至會影響到牠的健康 如果我們初期要幫狗狗 去做一些阿齒的清潔的話 我們可以用市面上 藥房這些都買得到醫療級的紗布 纏繞在我們的手指上面 然後輕輕將家中的毛小孩 嘴巴擺開之後呢 像這樣子刷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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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者是可以用這種棉花瓣 這個是可以用在比較細部的地方 就是比較裡面細部的地方 我們手指如果做不到的地方 可以用這個棉花瓣 去做一個補助 家中的毛小孩習慣之後呢 可以再試試看用 寵物專用的牙刷 因為這個其實刷的會更乾淨 會有人問說 在刷牙的時候可不可以使用牙膏 那牙膏的部分的話 會建議就是使用寵物專用的牙膏 因為如果我們用人的牙膏的話 因為人的牙膏成份比較刺激 家中的毛小孩 沒辦法去 接受到這麼刺激的東西 所以這邊還是會建議 使用寵物專用的牙膏 來去做清潔 今天看了我們的影片 那希望各位市主可以 不要顧列這三件事情 今天的節目就到這裡 那歡迎各位分享訂閱 那我們下回見囉 掰掰 平常的時候也都是活蹦亂跳 又講不要再睡了 已經睡一天了 不要再睡了 哈囉 喜歡又講的觀眾朋友們 記得分享及訂閱喔 更多關於又講的資訊 也都在IG上 我們下回見 掰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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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runo Gröning 又是 可以來